筹备近一年的感恩祭结合了部落齐老、社团、机关学校、工坊以及文化工作者 共同策划了各项工作 15号是在秀林乡同门部落扩大了办理 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 太鲁阁主感恩文化活动是维系族人认同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也是推广传统文化的核心目标 秀林乡太鲁阁主感恩祭典活动 15号在秀林乡同门部落扩大办理 来自乡内九国村民主任们共襄盛举 来为筹备近一年的感恩祭结合部落齐老、社团、机关学校、工坊以及文化工作者 共同策划各项工作 近年来自乡内九国民主任 还是在跟十年前一样 我们都是一年前 我们大概筹备了一年多的时间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所有的社团 所有的文化工作 所有的各村村民主任 以及代表大家都在共襄盛求 怎么样把今天这场预备的活动 可以呈现我们传统文化的内涵 又可以带动部落产业的发展 我想今天的活动非常圆满 那我们也希望后续 也感谢上天 这几天因为与世的指定 而让我们忐忑不安 那早上到现在 所有的活动是一切是圆满顺利的 我在这里 感谢给关心太陆阁足文化推动的所有乡亲 你们给我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 我们会继续为文化的使命在座推动 秀林香美代表会主席赖君姐姐 欢迎来自全国乡亲 来到这里一同来欢庆 今天是我们秀林香感恩祭的大日子 我们欢迎所有的好朋友 都能够一起来参加 记得我们每年的十月份 原则上都十月十五号 是太鲁阁感恩祭的日子 希望我们秀林香对文化传承的部分 能够一年比一年的根深蒂固 一年一年的生根 那每一年的活动 希望做得越来越大 也邀请我们除了就算太鲁阁足以外的好朋友 也都能够来参加 参加我们的盛会 这些活动包括太鲁阁足传统族屋模型工艺班 技艺人才培训班 源自原位四级 一支独秀支部比赛等等 近百人与数十间部落工坊 历经与二的筹备 我们的巴迪 赖恩祈福活动 期盼能够透过各个层面的活动 推广到文化传承以及推广效应 经过巴扬 太鲁阁足文化特色 以先祖的传统智慧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